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平台 因为我们香港要演出一套曲目的好 最多演出两场 因为太小了 音乐家是不可以困在小地方的 音乐家一定广阔的平台 广阔的天地 让他们可以通过演出 然后不断实践 然后不断成长 那我觉得我们的大湾区的发展 就特别特别对我们香港人的艺术家 特别特别有帮助 我们香港的弦乐团是第一个 参加大湾区巡演的 我们四天演了三场 就是可以很快的就过了 就过来了 我们国家现在在文化艺术 硬件里面发展的特别好 我都去过江英 我去过扬州 我都去过 就是这种地方 其实我们香港的青年艺术区 完全没了解的 这种地方的音乐听音响效果会这么好 那我觉得第一 你可以让他们知道 其实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香港的特点 最主要就是说让他们知道 其实他们的事业 其实应该在我们祖国里面发展 是最大的平台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青年艺术家 也是每年都希望到内地演出 然后我们内地观众特别喜欢他们 因为我们走很多香港的流行串商 然后每次流行串商 哇就拍手 他们开心的不得了 那么艺术家也希望得到观众的认可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循环的话 可能更多的 就通过这种巡演这样子的交流的话 真正的就是 一种亲身体验到 背靠祖国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就很期待 来我们内地巡演 这真的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 你没办法用任何方法去跟他们讲 你就带着他们 他们就知道 融入国家的重要性